聽說AS最近的這個狀況來說並不是特別的好 主要說沒有很好 因為在上路我們現在想 不知道為什麼沒很好 頭髮剃的不夠短 我覺得跟頭髮沒有什麼關係 他嚕掉可能就戰鬥力爆發 就變Ziff了 沒有 因為大家都會看Maple Snow在打線上面 是一位很想贏線的選手 那剛剛其實在賽前有跟AS的選手 這個稍微聊天一下 那表示說他們每一次都叫Maple Snow控線 但是Maple Snow控一控一控一控 控一控就手癢 控制不住心魔 心中的魔鬼 就打他 就摸邊一下 哇 線就出去了 摸一下之後線就出去 然後就一去不復返 然後再點一下對方人就衝上來了 哇 那這就是Maple Snow 他比較想要打線 贏線的這個慾望 全聯盟最會 最容易被掉的上路 對 你要這樣講也是 而且也是被大家講說 最會玩藍寶的上路 最會玩藍寶 的確藍寶 藍寶玩MAZ燒爆了 對真的火燒山的藍寶 那不知道今天的Maple Snow 到底會不會控制住剛剛球球講到的心魔 控制住他的心魔 對 我們現在看Maple Snow看起來小小的 可是他身後有一個巨大的魔鬼 對 我等一下來摸人啦 看完了摸人的Maple Snow 接下來是打野的Zonda 在最近裡面 Zonda表現得越來越好 而且剛剛有一個霸氣選擇 Zonda覺得他們今天會獲得一個完全勝利 哇 剛剛我在後面問Zonda 我說今天 到底你們誰會重返榮耀呢 欸 他說我們上次把他們2比0 這次還是把他們2比0 依舊維持著2比0 太霸氣的宣言了 那到底今天Zonda會拿什麼樣的角色來幫助自己的隊友把榮耀給搶過來喔 來擊敗目前 算是正版的TPA 好不好 沒有誰是正版的 這一場打完我們才知道啊 對 因為目前嘛 這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對不對 就假的就變盜版了 沒錯 那再來看到的是 剛剛有提到在這個傷害量上面 原本在AS就打得非常非常高的 曾經的第一名 曾經的第一名 曾經的DPA是第一名 對 阿祺也是一位球球 認為天分非常高 而且操作很好的選手 對 那這就是阿祺喔 在線路上面其實可以跟Chari 我覺得算是打得不相上下 我覺得 對應該是不相上下 對應該是不相上下的 那就要看看今天 到底 其實角色上還有點相近 兩個人都是Man 法洛斯跟傑西 對 那我覺得這場最關鍵的點在於說 他們這兩邊banPick的這個 教制的這個過程中 這兩個角色就很關鍵了 到底是誰會ban 喔 有 而且今天AS後面佔了一位新面孔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到底是誰 好那中路的阿祺看完了之後 接下來 我直接把這個人給放出來 那他是誰呢 聽說是新的分析師 OK 對 那我個人可能等一下就稍微認識一下他 我還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對可能看他等一下會不會上廁所 我就尾隨在他後面跟進去 然後跟他好好聊一聊 那看完了剛剛的新的分析師之後 接下來是Bibi 怎麼今天的表情有一點放空 看起來有點 呆 呆 呆一隻 呃 要怎麼打 有有看到鏡頭之後還是有揮手 那 Bibi最近 似乎是在這個團隊裡面是起到一個比較好的領導作用 可能必須要仰賴著他來進行一個比較好的團隊溝通 沒錯 而且在最近的比賽其實自從他出過艾西之後呢 他的艾西是各種會ban 各種會ban 那在AS失去艾西之後我覺得其實對他們來說對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打擊喔 他們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開戰位置 沒錯 那變成說他現在開戰必須要落在Jungle跟上路的身上 對 可是他們上路的角色幾乎不能開戰 有可以 也剩啊 呃 好 你說那個閃槽差一點的那個剩嗎 就其實很常常都 先不要講這個剩 我們來講其他角色 例如說大部分其實Maple Stone的角色都可以看到都是AP輸出上路 對 那AP輸出上路其實要開戰呢 會把自己的位置也放在一個有風險的位置 對 所以說呢他們缺了一個開戰位置 所以艾西這個角色呢 對AS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戰位置 對 那現在失去了艾西 ASBB到底會拿什麼樣的AD Carry 想要來繼續Carry起全隊的傷害輸出 那一部分的這個開戰的角色可能也有放在微身上 對 但是其實微玩的角色大部分會有什麼 會有真啊 這些的其實開戰上來說也不是這麼的優秀 對 並不是那麼直接的開戰喔 那就要來看看下路雙人線能不能選一些 所以可能打線比較強勢的英雄 進而把雪球滾倒其他路 那以上五位加上一個新面孔的分析師 就是AS此次完整的成員介紹喔 那大家開始都會 你知道大家這時候會開始討論 就是關於每一個線路打線的情況啊 什麼TPA下路線打不打得贏啊 然後什麼換個輔助之後會不會好一點啊 之類的 因為最近TPA的人員更動是比較多的 當然在一個隊伍重建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非常必要的 好那看完以上五位AS的選手之後 馬上就要來看TPA囉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選手這麼常更換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對伍是不是好事喔 嗯我覺得不是一個好事 但是有時候就是必要必經的過程 正統其實呢 那有在看觀察棒球比賽的人應該都會看到 一個隊伍常常會走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峰 他可能會拿了一兩年的冠軍 之後呢可能會有選手交易 合約到期 甚至是年齡到了退休 那之後呢這個隊伍就會走入一個低潮 而且在棒球運動之中 這一個低潮就是兩年到三年 所以現在TPA可能剛好在這個低潮 你看Morning的情緒看起來是比較低潮 我覺得這個電競的話呢 以eSports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低潮頂多幾個月 不會到兩年沒那麼恐怖 還好一點有沒有 有eSports聽起來是好一點 然後Morning感覺上今天神情非常凝重 因為在後面每一場比賽裡面 每一場的積分都對TPA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那看完了上路的Morning之後呢 馬上就要來看今天的打野 Refrit 當然在加入了TPA之後 跟一開始跟隊伍的磨合不太好 但是最近裡面表現是越來越的優秀 其實最近的表現也是 應該說在比較之後是發現其實還不錯 對就是這個套野劇比較調侃的話 就是X是比較出來的 所以 我們也沒有在講什麼意思 就是這次確實是這個 每說這是個真理 哇 湯米好會調啊 明明也沒有這個事情 那看完了打野的Refrit 這個非常帥氣的小帥哥 希望他今天可以給予隊伍更多的風向帶動 看完了打野之後 接著下來就是在中路的位置 也就是剛剛在我們的資訊介紹上面 對 TPA's Hard Carry Chowey 對 肌肉魔人 Chowey 中路大將軍 那3.2 KDA 在最近的話是偏向像法洛斯這樣的英雄來做選擇 對沒錯 而且球女呢也有滿多場的使用紀錄 球女也是一隻我覺得後期非常強的一個角色 在應該不輸給阿琪 對 在大後期的時候 他的持續傷害跟曲線來說的話 還滿適合在後期的時候來發揮 那不知道Chowey在今天會拿什麼樣的英雄來應戰對面的阿琪呢 接著下來看完了中路之後 來到了AD位置 AD位置 Looping Looping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非常穩定的AD選手 並沒有非常非常驚人的這種表現 但是你可以很安心的依賴他 就是他不會爆裂 他會好好的把AD該做的事做完 他會把AD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我覺得 對 我覺得現在的選手來說都不會太差啦 對不對 應該為什麼要講其他人突然爆裂 你是覺得有哪一位選手突然爆裂的情況 這個像Maple Ston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好大壞 他會給人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AD不是一個可以讓你大好大壞的一個位置 這一大壞 這 不太妙阿 還玩個毛線阿 對AD爆線之後確實聽起來挺恐怖的喔 好 那以上的這個就是我們TPA looping AD位 接下來來到輔助位喔 是目前由傑哥來繼續擔任輔助上的一個位置 聽說傑哥跟Looping的感情不太好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你剛剛講的什麼 我剛剛講的什麼 你剛剛我大家剛剛什麼都沒有 沒有沒有我聽來的 我夢到的 你夢 我夢到的 哇現在夢太好用了 真的 你不能這樣講我們要有同理心 你這樣傑哥跟Looping聽到之後會多難過 對不對 他們有一個聽不懂 欸這樣講也對啦 可是就是傑哥在比較上來說的話 可能目前對TPA會比較好一點喔 以經驗上或者是說以開戰的意思 我覺得以 整體來看的話傑哥是最好的 你說目前來說對TPA是最好的 現在TPA的這個陣容 就是我覺得在TPA那一頭拉庫的人裡面 可以組出最好的一個陣容 就是現在這個陣容 對那當然 補上了Pony之後 目前Pony是只登場過一次而已喔 那目前的這個打野是由Refrain來擔任 在BP上面 BP上面這一位亞利斯塔 我想要看小妹妹啊 人家旁邊有做男朋友 你不要這樣子 沒有我想說他穿著閃電狼的制服 你等一下就走下去送他一件Mid Night Song 他下次就穿Mid Night Song的來 真的嗎 對 我這一件給你穿好不好 你不要再直妹了 你在上班李博茲 那現在子方的TPA最後封鎖掉的是 Maple Snow的藍寶 不給藍寶王來做使用 其實在他們打完MSE之後呢 就沒有任何一隊讓他們拿到藍寶了 我們好像白老鼠 先讓MSE搭搭看 如果打不贏我們以後就ban他 好 那古拉格斯也是直接從Refrain身上 給強爾不給他使用 這邊TPA則是ban了克里斯塔 其實這個克里斯塔這個ban在TPA的歷史上面 是有根據的 就是TPA幾乎從來在子方沒有放過克里斯塔 不管對上任何一隊 對 比比的克里斯塔也是玩得非常亮眼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面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把比比的IC給放出來 沒錯 TPA AS最後封鎖掉的是西維爾 鹿屏的西維爾 就是整個TPA的火車陣的 帶頭的這個 非常核心的一個角色 對西維爾在目前的Meta裡面 還算是非Banjiter的英雄 這邊被了亞利斯塔又被了古拉格斯的情況下 所以全部的poke都open 對 那就是兩邊要拿風箏陣來進行交火了嗎 而且CHAOE其實不太會刺客角 就CHAOE使用刺客角的紀錄是很少的 所以這邊難道AS會直接首搶法洛斯嗎 有可能會選法洛斯喔 TPA最後一個ban掉的是雷茲 你看攝影師聽到您的要求 馬上就要把第一個角色給選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看比賽的這個重點 從來都不是要看這個 喔 阿齊爾 最後是要拿沙皇阿齊爾 那如果這邊真的拿了阿齊爾的話 我覺得TPA這邊八九不離十 會是一個poke陣 對 可能弱勢就要出來了 我覺得在打阿齊爾 poke陣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要正面跟阿齊爾打其實是一個非常 有風險的一個舉動 對 昨天在Minai上的比賽 你們也有看到球 球嘗試的放了阿齊爾之後就被插爆了 我們昨天 伊瑞里亞沒打好 伊瑞里亞沒打好 對 那你這一沒打好害我輸了六百張 哈哈哈哈 喔 那TPA要拿poke陣嗎 首先拿下素人 我覺得這邊應該還可以再補個耐德力之類的 因為如果你不拿掉耐德力的話 很有可能AS這邊就變成poke陣阿 對 Ronda的耐德力玩得非常好 喔喔喔喔喔 是要搶下 我最近真的有點準 有沒有 但你在賭 好 你這樣講真的挺準的 好好好 沒有 因為你看喔 這是我合理推斷給你聽好不好 嘿 好好好 如果他不拿耐德力的話 他剩下的Jungle 古拉格斯也被ban的情況下 他應該會變成雷克薩 對 好 他沒有拿 我覺得他在想 到底要不要先把飛機搶下來 其實飛機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欸在Looping這邊飛機一直都是他的man腳 但是我比較喜歡耐德力 因為你這邊如果不拿耐德力的話 你知道阿齊爾是一隻非常具有 他具有一點poke的能力 是 因為他的這個殺兵跟 就類似球女 他也會有一個嚇阻的效果 是 那他這個牆壁又有很好的反開能力 對 所以呢他會有一個效果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再有耐德力的話 耐德力可以躲在他牆壁後面戳人 喔 有沒有 而且他們再推掉一塔之後 他可以直接再蓋一個新的塔 他們全部人就躲在那邊 打一個poke 一直丟一直丟 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他也可以變成一個很厲害的poke陣 變相的 對他是一個變相的 就是阿齊爾可以半poke半寶牌的感覺 然後還是可以打一個poke陣 非常的厲害 聽起來就超級強的 那這個以後可能AS在比賽前 就要先來問一下球球教練的意見 上次換了中打到打野位之後 整個人都突飛猛進了 那現在AS的兩個選角 是手下的舒爾茂凱來給 Maplesau使用 至少這一隻在點人的時候 並不會讓這個手長來吸引他的心魔 葛雷夫也是一個 萬年專門打飛機的一個角色 對 這大叔打飛機我覺得算是一個經典組 這個大叔打飛機 這句話已經從 已經聽了兩年半了 應該從S2開始 從S2聽到現在 就是大叔打飛機 他一counter就counter了兩年 太厲害了 太counter了 然後在最後兩個選角的話 TPS手下的Shen跟這個雷克薩 剛剛雷克薩又被球球給命中了 OK 沒有這邊不打奈德利的話 雷克薩應該是一個一定的 就是 已經可以算是 不可能 不會有什麼意外了 對 但是在 那這邊Morning則是拿出了 聖 聖在最近也是越來越紅 所以就是想要打一個 分推半全球流來 對抗 AS這邊的一個 哇 AS這邊的組織 歐拉夫 拉夫要上場 來做打野位的選擇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選手 叫做JCAD 他跟我講說 這個打野歐拉夫超強 真的嗎 對 今天是Ronda要拿出來使用 其實歐拉夫一直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 Jungle 那其實上個版本的問題 就是歐拉夫非常非常的缺魔力 是 那在這個 新的一些裝備 甚至是一些改動出來之後呢 其實歐拉夫現在又 沒這麼缺魔了 他的逆流投擲來說的話 只要暈到人之後 就可以一路把斧頭撿起來 一直丟一直丟 一直丟一直丟 左邊這邊就是丟丟陣 就是什麼都丟丟看 可以丟殺兵 可以丟樹精 還可以丟斧頭 我覺得左邊這邊的組合真的是 我看來就覺得贏 呃 真的 這個組合 我看來就有一種 哇 這右邊怎麼打 我看到就想投降的感覺 這麼厲害 真的 左邊這邊組合 我已經很少有看到可以拿到 這麼完整的一個 一個制服陣 制服陣 就是一個 一個非常標準的 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體系的陣容 一個體系的陣容 一個非常韓國體系的 一個非常標準 而且非常完整的一個陣容 對 這是左邊這個 夏季賽的LMS 我們可以看到嗎 這個隊伍總共有三個大坦 是 這個素人 歐拉夫跟納蒂魯斯 對 他有非常好的強開 因為素人的TP 再加上納蒂魯斯的大絕 沒錯 非常好的強開 那他在被開的時候 他有很好的反開 是 第一他有納蒂魯斯跟素人 甚至是阿齊爾的強 有一個很好的反開 那如果有人被抓 或怎麼樣的話 葛雷夫其實還算硬 那他也有爆發 對 所以他整個隊伍是非常平衡 他整個曲線是非常好的一個隊伍 是 我們可以看到DPA這個組合 其實也是不錯 那最後是手下維克特 雖然說他的組合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的角色個別性上面 雖然說整個組合也像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右邊AS這邊選組一樣 也是類似什麼坦布DT 然後非常標準的一個韓國陣 但是他有個確定就是 他個別角色的能力上面 我覺得都比AS這邊的角色差一點 個別角色能力 是指說在打線給的壓力上嗎 應該說 阿齊爾現在的Bench選率多少 超級 100% 那為什麼 維克特的Bench選率不到100%呢 因為他以整個功能性上來講 他就是差了阿齊爾這麼一點點 是 阿齊爾有爆發 維克特有爆發 可是阿齊爾會位移 維克特會被gang 對 那以手長的角度來看的話 阿齊爾還長一點 對 那維克特這邊唯一的優點就是 他的爆發比較大一點 跟他有一個陣地型的CC 可是這個陣地你也比不過他的塔 對 那這個poke呢 在你可以打到他之前 你搞不好就要殘血了 就變成說他以整個性能上來講的話 就是輸這麼一點 那素人跟聖比起來的感覺就是 聖雖然有這個大絕 對 但聖這個大絕在會戰的時候 如果你發揮得不好的話 他等於少一個大絕 那素人的坦度跟傷害力各方面 整個都比聖高了一個檔次 所以以整個個別角色來看的話 他是幾乎是完勝TPA這邊的角色 對等於是 就如果以上路的支援度來說的話 而且下路也是萬年 葛雷夫對上酷奇 這個大叔打飛機 有沒有 而且再加上 他大叔打飛機就算了 他還加納蒂魯斯跟他一起打 納蒂魯斯也是爆發 還指定的一個控場 單點指定爆發 再加他大叔的爆發 有沒有 也是一個一波帶走 昨天那個極神的敵 哇那個敵 有沒有都被 我們也是出了一個納蒂魯斯 也是砰個就是 對而且昨天也有Dreamer還出了這個 這個棒棒叫什麼 那隻很醜的 什麼很醜 我們叫特朗德 特朗德 特朗德 你知道你還記得 四天前的一個採訪 採訪我的 我說他問我說 你最想要看到的角色是什麼 我說冰鳥跟特朗德 為什麼 因為我看他們想 我想看他們把路讀起來 結果Machi就完成了我的夢想 喔他完成的夢想 幫你想看 我玩給你看 我玩給你看是不是 所以以後中路就玩一個 Apex 玩冰鳥 然後就可以來一個路障流 來一個路障流 然後以後MSC就發現 就是打MSC的永遠東 我以前跟TOW一直玩這個路障 我們是路障流的始祖 知道嗎 我們在三年前就路障流 三年前 超厲害 S2的時候是不是 對阿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路障流出名的 路障流出名的 好 那今天的榮耀之戰的第一場比賽 S對上TPA就正式的開始囉 那就要來看看榮耀今天拿出 在下季賽還沒有登場過的 歐拉夫打野可以帶起 怎麼樣的風向 其實AS一直是一直給人有 相當大期待的隊伍 他一直可以變出這種新花樣 就跟昨天的麻吉一樣 真的是 跟劍打初期待一樣 蹦出新驚奇 一次願望 欸什麼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有沒有 對 那在於這個 魯品這也學壞了 魯品 你知道所有的韓國選手 到台灣之後都會開始 就是被台灣的這個選手們同化 然後就會開始 你看這個葛雷夫等下跟酷奇 說不定在河道上面 你看他們兩個還非常有默契 比比他們輸一下 哇 其實這也沒差 這一定是等到時間到 這個氣勢上就不一樣 我比他多打一槍 這樣就比較厲害 氣勢 氣勢 沒有他可以洗傷害 他多一點傷害 多一點的傷害 他在數據上可能會好看一點有沒有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TPA這邊的Jungle是起上路 這是一個比較不常見的一個開局 大部分的Jungle會選擇在雙人線開局 是因為雙人線可以幫他們打 比較快 那如果我會選擇上路開局的話 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的上路不能多吃一攤野怪 是 那對上路的發育其實是有影響 而且尤其是樹人這邊是特別會吃野怪的一個上路 對 那如果聖這邊還少吃一攤的話 他回去上路可能會有一些 打線上的壓力 可是呢這個就交換來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下路可以多吃一攤 就多吃這個野怪的開局 就是你的下路可以 就變成說你把Jungle的跟上路的優勢 欸不是Jungle 把上路的優勢換給下路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TPA是非常看重他們的下路發育 對 然後他們不喜歡他們的上路 也不能這樣講 不可能是上路跟教練的感情 不是不是絕對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聖基本上他是一隻 你知道比較坦型的英雄 雖然說他會出三項 但是在這個裝備需求上 他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高 哦兩邊都是 他們這邊是直接 直接讓聖跟著雷克薩一起吃 對 然後聖還幫雷克薩 這真的是 好兄弟 好兄弟啊 兩個人手牽手 而且你看他這邊recall之後 再回去上路 他真的是一個一等 打兩等 對 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 他兩隻吃兵就是兩隻十項的錢 兩隻十項 但是他還是畢竟經驗值是共享 所以他這邊回去上路的時候 他應該還是屬於一個小烈士 對那現在來說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這就是阿齊爾的手藏的厲害點 直接把殺兵放你塔下 直接把殺兵放你旁邊 我就戳你三下 你難不成走上來打我 不成 對 那現在中路剛剛的換血 似乎是阿齊爾這邊佔了一些上風 下路的線路 因為兩邊都已經上了兩等的關係 不敢冒然的往前 納蒂魯斯的出口 從後勾在傑哥身上 都被敵途後面三發炮彈 勾掉了傑哥半條的血量之後 傑哥回刷 點燃套在我身上 逼錯圍著閃現 紐車能夠往前之後 兩邊都交治癒 但是手殺是被飛機給拿走了 哇這個進攻我覺得有點太冒險了 我們可以看到TPA當時的小兵 還有四隻還沒有死完 所以這四隻呢其實加一加 加加減減 我覺得也算全部加起來 也打了兩個英雄普攻的傷害 其實非常高 那如果就少了那些小兵的話 我覺得AS這邊是有機會換血換得贏的 對 還是傑哥的出勾 把阿維的這個進攻給勾回來 繼續來做反打 那Ronda吃完了河道的河蟹之後 繼續趕往地圖的上半部 反而是Refrain在此時拿著雷克薩 來到了地圖的下半部 BB的位置比較深一點 Refrain 鑽得低東過來之後 把BB頂起來逼出了BB的閃現 這邊Refrain其實也打得相當不錯 他在第一趟的Jungle玩之後 他沒有選擇Refrain 他這邊還沒有吃藍Buff 就直接來下路 然後也是B掉了一個閃現 Maple Souls跟Morning在上路 直接開始對打 在換血上面是Morning吃了一點虧 這個就是我覺得一開始 這個搶二等就搶出了 這個上路還要叫他打贏 這是有點強能所難有沒有 而且Maple Souls也是 不過沒關係啦 他這邊水很多 他水是超級多 補級品上面是買了非常多 他在那邊一開始拿了雙十項的錢 就回家買了一隻眼睛 他這個水應該還可以補個三瓶左右 搞不好四瓶 剩的賴線能力也不錯 所以要來看看上路等一下會有什麼樣的支援情況 下路因為剛剛送出一個首殺的關係 依然是把兵線推送到TPA的塔前 那TPA似乎是想要把這個線路給稍微控住 沒錯 那這邊在已經有優勢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Looping跟傑克這邊是兩個四等 打兩個三等 再加上BB這邊沒有閃現 這個控線是非常棒的一個舉動 應該是感覺到中打的存在 中打被聽到了 中打被聽到了 中打被聽到了之後 還是選擇繼續蹲在下路 那 這邊reframe 這邊是選擇直接recall 因為畢竟三打三打起來 在這個時間點呢 歐拉夫有點太強壯 對 歐拉夫是一隻前期非常 有點瞎 就是他的傷害真的是有點瞎 對 他撿了斧頭之後 可以把這個CD的冷卻 他這個連續三斧 尤其是他剛剛 藍buff剛剛應該已經沒了 不過他這個連續三斧 這加起來應該就 快三四百點傷害 這非常誇張 你不死也是非常難的事情 那中路的是 阿琪跟巧瑞的對線 其實兩位選手 都算是很難抱現的玩家 對 兩位都算是非常穩健的選手 兩個都算是很會農 他們兩個都超會農 對 他們當初還是 也是在競爭 最會農的 誰才是最會農的男人 結果發現LMS最會農的男人 是Toys 是Toys 結果都不是這兩個人 我們來到中路可惜的眼睛看到 阿琪利用連斷 直接躲過這次的進攻 直接一個WEQ 非常厲害 但是出勾 下路又勾到了維州 一個靈光炸彈 維的聲音條毛 回勾定住了弩品 兩邊的交火傷 似乎是AS 下路雙人線 血量佔劣勢 哇 剛才那個整個交火來看的話呢 只能說這邊 這個射雷西的盾 還是有擋到蠻多的傷害 擋到了大概150點左右的傷害 所以在整個交換過程中呢 TPA這邊是佔了小小的優勢 Refrain這邊又點了他的地道 又來到了中路 阿琪剛剛很調皮喔 想踩一下地道 想要踩一下 然後Refrain想說 你竟然跟這個麻吉一樣 趕來踩我們的地道 然後就直接鑽了過來 熔達來到地圖上 不但在血量上來說的話 這邊這個塔莎 我覺得這個塔莎很不好 對 那熔達在等 他要等小兵進去 感覺會爆炸 那就要看看Morning本人的操作如何 如果能夠順利的嘲諷到一隻 而且把他留在塔下 很有機會 雷克薩已經來到上路 雷克薩的狀態比較好 是滿血的情況 那熔達是覺得這一波的塔莎 不會成功 因此先叫起了recall 這邊是很聰明的舉動 我覺得剛才如果真的塔莎的話 一定殺不掉 一定殺不掉 不可能殺得掉 絕對鐵定殺不掉 這我打包票 100%保證 兩個人都殺不掉他 一定死光光 上路的Refrain 繞了一下之後 MapleSnow的處境 有一點點危險 六等鐘進入到奧斯通知 把Refrain往回敲了一下 開啟的大絕招 想來坦傷害回把魔女 再交自己閃現逃脫 哇 這一個行雲流水的逃跑 算是還行喔 這邊MapleSnow 直接交出了閃現 倒掉了這一次的game 那下一波如果說Refrain 再繼續做蹲點的話 MapleSnow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對 他這邊已經快要把他在高鐵蓋好 有沒有 蓋好之後他就可以一路 啾啾啾啾啾啾 就到他旁邊 他現在已經在野區 他從下路 可以一路 他從他自己的 中路要來做交火 小里剛剛利用一個大絕把阿奇的治癒給逼出來 哇 那中路這裡因為Refrain的關係 導致小里應該可以把這波線路很順利的推送進去 傑哥此時在野區裡面 不知道 應該是有感覺到中打在吃紅的這個意圖 對 但這隻眼睛呢應該 好像沒有看到中打 但是剛有拼點了一下 應該現在是看到了 對 那在拆分岩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辦法讓AS來做一個夾擊 那納拉蒂魯斯剛剛回撥了一波 不過在線路上面的話 因為兵線往前的關係 所以BP剛剛是在自己塔下 稍微群群一下 而且這隻眼睛是看到的中打 那這次中了一個聚會鳥的BUFF 就可以順利的把這些眼睛給排掉了 沒錯 那這一場來說的話 兩邊的Jungle是 還沒有做出太進攻的蹲點 剛剛是上路的雷克薩逼出了 樹兒茂凱的閃現 不知道下一波會不會繼續以這樣的節奏來做進攻 這邊以前期來看的話 其實Refrain打得相當的漂亮 他不只 他逼了下路的閃現 還逼了上路的閃現 其實他做了 前期給的 給AS這邊的壓力相當的大 但反而是 我們看到中打這邊有幾次的嘗試 可是他卻什麼都沒gank到 那我們在吃兵樹上來看的話 其實兩邊的Jungle吃兵樹是平的 那Refrain這邊又做到了事情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Refrain這邊是 大勝有沒有 對 Refrain又要來了嗎 他現在對方的紅區下了一個很深的眼神 而且這邊就因為前面 我覺得他這邊直衝眼池之後呢 是整個視野是控制的又更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AS的下半部Jungle 傑哥剛進來插了一輪眼睛 這邊Refrain又進來插了一輪眼睛 這眼睛整個是 紅區的眼睛沒有斷 晚上都快變白天了 對 這個戰爭迷霧都是完全是空白的 有 那Refrain是選擇在下半部 待了很久的時間 開吃雙食 他吃這個是毫無壓力 這個 歐拉夫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 任何一個動 想要走進來 他在下路草叢 下路下半邊都一定會被看到 Refrain先回復一下 血量這根眼睛 如果說Refrain可以在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往前打的話 下路已經打起來 不過Charlie只是開啟了鬼步 開始往下支援 尾身上套著點燃之後 喔 傑哥的出攻 立功直接把尾給勾回來 一波把他給帶走 側邊Morning也來了 但是被綁愛 在塔下 然後另外一個嘲諷 再加閃線 想要來逃脫 側邊是飛機的火箭 轟下了冒凱的人頭 那這波裡面的交火是AS 這裡稍微虧一下 中打開啟鬼步之後 再丟一個逆人投資 想把Charlie留住 打增傷再丟斧頭 要第三根斧頭丟出來了嗎 沒有 這裡是旁邊的AD 拉了燈籠 之後回到自己的塔下 他剛剛那隻斧頭丟太遠了 變成說他撿不到 手太短撿不到 沒錯 那這一波下路的交火 兩邊上路都即時趕到支援 但是Maple Soul是倒下的 那Morning剛剛是殘血逃脫 以現在前期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Reframe之墓 真的打得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傑哥 是直接一個亡靈領域 流住了阿維 血量很低 阿維只是嬌灑 還是被傑哥給勾了回來 這個粉紅傑哥勾太強 我剛剛一開始在看的時候 我以為我看錯了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滿基本的一個操作 那我想說replay的時候再來看一下 但沒想到居然是真的 對 剛才雷克薩這邊 他先按了自己的W才閃出去 所以他閃出去之後沒有擊飛 欸 所以 他應該是 他按W不都會從地底轉上 對啊對啊 那一瞬間不都會擊飛 他剛才按快了 所以他是先轉出來 他原本要閃頂 他是已經露頭了 他探出半個頭 然後才閃出去 所以他沒有那個擊飛效果 那還好傑哥的勾有勾到 不然的話阿維搞不好是有機會跑掉的 所以這邊是Reframe小小的 15中路剛剛是打起來的情況下 超一杯的玥德龍救出來 我最近被replay打臉太多次 還好我都不敢先講 你要先在replay裡面看確認之後 先check一下 再來一個馬後砲 這個閃圖很漂亮 第一個神操作 然後發現replay之後 第一個門就沒有神操作 是人家fail的 馬後砲型賽平 馬後砲型賽平 就是微微的領先 你看昨天我們贏兩千塊 最後一個會戰被零換五 就一波被帶走了 但是博之你要知道 拿人頭的都是庫奇啊 十二分鐘翻向之力呢 還行還行 因為庫奇是一隻很容易走下坡的英雄 你知道嗎 喔 傑哥要從後面來了 已經被眼睛看到了 哇 想從後面來 但是阿琪利用後殺順身直接脫開 那這一波跑線 就在因為 所以庫奇拿到人頭 之後可以利用火箭 來直接把兵線往外推 不給壓力的情況 上面解放了傑哥 可以跑線的時間 沒錯 那在下路被推線的情況下 其實庫奇也是可以用自己的大絕 穩穩的 妥妥的塔下之兵喔 所以這邊是給了傑哥很大的空間 可以跑線 甚至是他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傑哥這邊跟reframe 是直接 一起來到對方的jungle 應該又是可以繼續把整個視野再布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現在下路的情況 是雙眼石 這整個是布得密密麻麻的 應該連個縫都沒有 沒錯 Warning這邊也因為對方 剛剛冒凱的一波支援裡面 他用掉了自己的TP 但是在勝的是有TP又有大絕 他可以有兩次的支援支援 我覺得這邊整個情況來看的話 中打這邊玩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歐拉夫 以正面衝撞的情況 歐拉夫 應該是我阿嬤來玩的 會打贏雷克薩 真的 阿嬤嗎 好久沒有讓阿嬤來支援 好久沒有阿嬤 阿嬤今天該出動了 阿嬤今天該出動 就是我覺得 歐拉夫是一隻沒有任何 歐拉夫 很入侵的一個意圖 是直接插眼給 歐拉夫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輸給雷克薩 所以這邊如果正面撞到的話 歐拉夫應該是會直接把他打著跑 但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歐拉夫從頭到尾都在躲著他打 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似乎是 歐拉夫找不太到一個地方 來做剛剛球球所講到的一個正面 我覺得他有點太主動自己的發育 可是他這邊發育其實也沒發育到 他還輸了十一隻之兵 對 喔 現在剛剛在野區 是Refrain跟隆打 這裡就完全體驗 剛剛球球講到的是 隆打不敢來跟雷克薩做正面的對打 應該說他這邊沒有視野 他怕傑哥尾隨在後 啊 可能平常這人在宿舍 常常被傑哥尾隨 所以是心裡有壓力 對 那紅區的視野完全失守 因為剛剛講到的雙眼石 視野完全被對方給佈滿的情況 像這個 這個紅也是很難來做防守 喔 中打中勾之後 開啟了諸神黃昏解開了這個控場效果 其實呢這個就是最近 最近很流行的奈德力打野對不對 對 這也是一個常常會發現的問題 就是奈德力打野也是不滿眼石的 所以往往在前期 甚至大後期的視野控制上面 就是會輸這麼一點 對 少了一個眼石 硬生就是輸了三根眼位的眼量 沒錯 那現在小龍是由TPA開啟 在TPA遊戲時間非常早 大概是14分鐘半的時候 就拿到第一條小龍了 這邊AS的下路真的是有點太慘了 在下路完完全全崩潰的情況下呢 這個龍是不可能守得住 而且這個紅BUFF都連 就是連帶著一起守不住 為什麼剛剛中打不敢打這個紅BUFF 是因為他下路不能來支援 沒錯 那他這邊總不可能一個人 總不可能一打三吧對不對 對 茂凱剛剛也沒有TP喔 因此在這個支援的這個先後順序上面的話 聖會先到 而且剛才也沒有一個好的點位 而且剛才也沒有一個好的點位 因為在這邊整個視野控制 是完全在TPA的手上 那前期的TPA為了化解說 歐拉夫前面給了一些進攻壓力 所以在紅區的部分 拋費了很多的資源跟時間 來把歐拉夫整條路線給壓制 我覺得他這邊整個交換上面有做得很好 歐拉夫應該是有辦法直接在對方野區發援 就是剛才的情況下半邊的Jungle已經完完全全失守 對 那其實現在應該說現在英雄聯盟就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在你守不住的情況也打不贏的情況 那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就是做交換 對 我拿我的下半邊野區 換你的上半部野區 對 我就不回家了 就跟MSC一樣 打不贏就拆他房子 打不贏就拆他房子 應該說上路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因為 聖沒有拿Jungle的關係 素人是有著血量上的優勢 沒錯 那其實在這邊歐拉夫第一趟回家之後 如果有辦法多買幾隻眼睛 或者是配合中路來下眼的話 這邊三個人蹲在這個位置 有三個大哥哥躲在草叢裡面等著 那如果這邊有辦法把上半邊Jungle的視野整個布起來的話 他是有辦法控制上半邊的視野 就像TPA控制下半邊的視野是一樣的 酷奇小底皮回到了線上想要來收兵線 但是路線是比較靠右下方一點 三個大哥哥要衝出來了嗎 路平來到了十人之後 阿切先發智恩 兩個殺兵戳上去 女武車都會用掉 重置這個時間點 我看到你沒有女武車特攻 一波把你暴死 Refense後面想要來做夾擊 不過套著四的大絕 混沌風發開了下一組 三個量非常的高 結果沒有勾動的阿切 拿下一個雙殺手 阿切在側邊還是可以利用繼續用殺兵做攻擊 乔宜閃線上來用死亡射箭 沒能帶走AS兩名隊員 最後摸你閃線上來一個飛刀子爺帶走一個雙殺 哇這邊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AS這邊的角色在打會戰的情況下 真的是比較優勢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BB是完全沒有到場 他是直接4打5 還拿到了3顆 就打贏了 而且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阿切的這個角色 這個真的太狹 他直接躲在旁邊 從頭到尾戳到尾 沒有任何一秒鐘他的傷害是停下來的 哇 這個好角色不BAN嗎 對不對 而且剛才 敲雨這邊還找不到一個好的放大絕的時間點 哇 這個誘惑太致命了 讓毒品上來直接瞬間秒掉 喔我們來看一下阿切爾 在這一波裡面他是一個完美輸出 而且連混沌風暴也沒摸到他 他的隊友完美的把所有傷害都給坦出來 哇 這個還順便躲掉傑克的狗 繼續戳 哇好會戳 哇超級會錯 喔死亡射箭掃到了阿切 這裡是被迫 摩擬是直接用自己的閃現過來 最後摩擬是直接用自己的閃現過來 最後摩擬交了自己的閃現才有辦法 打死他 不然的話如果再讓他拖個兩下 搞不好真的會戰就反過來 對 我覺得阿切爾算是目前的所有中路學手 都得會的一隻角色喔 那沒有 你這樣是在說 欸怎麼了嗎 說 說什麼 欸我是沒有這樣講 但是如果可以玩的話會更好 阿切爾 他們會封到底那就沒有關係 那中打剛剛在野區被抓了一下 沒關係 這是一個壞球球 這邊中打的大決還沒開阿 這還沒好 還沒好阿 還好還好 還好他會扭掉到一個勾子 如果中勾的話他又要被罵了 欸 還好阿 我不是他們教練阿 沒有人會罵他阿 以後他們就每個都想去問 欸球球我們這波要怎麼打 要怎麼飛 那個時候我們在後面休息師他們真的超煩 他們是輪流一個一個走進來 一個人問影片 我們等一下要怎麼打 教練我們等一下要怎麼打 那剛剛的野區裡面是 龍打這裡承受了一波傷害之後 還是順利的逃脫 那現在來說的話 局面對於TPA來說還是有些許的優勢喔 再經過剛剛一波團戰裡面 四打五的局面還是被地方換掉三個人 現在是三千塊錢的差距 哇 我覺得三千塊還能打 還行還行 那就還是要看看下一波的團戰 要如何由龍打這裡來做前排的驅動 現在想 兩分鐘左右就要重勝 下一波龍戰可能會是AS想要來打的一個點 沒錯 現在BB終於不負重望 這個敲衣也是默默的贏了十隻兵喔 我的天啊 真的是很厲害 好會農 他剛剛也是有做上路的支援的 沒錯他還是有在 而且他不只喔 阿琪這邊還沒有下路支援 上一波敲衣其實還是有去下路的 他其實是各種支援 然後他兵還是可以吃得好好的 不愧是Hard Carry喔 最Carry的男人敲衣 現在拿到藍Buff之後想要來往對方野區進攻 想抓一下對方歐拉夫的位置 中路式兵線壓進來的情況下面 阿琪在側邊只能接受對方無情的痛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酷騎了整個power spike 最高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火箭轟炸 這個R是非常的痛 對 應該說如果在後面一點的話 很有可能這個R就幾乎打不到傷害了 不過現在還行 現在還可以 現在打起來還很痛 那在裝備上面的話 Chowy這裡是選擇第一個裝備 直接上了黑魔技術再加上龍關進化的晶片 而且很特別他在很早期就先把有區空間的附魔給買出來了 這早買早享受 完買想折扣阿 他也不會變得比較便宜 沒有折扣阿 他也沒有折扣 你看他先買他就可以多閃幾支線 喔 有沒有有沒有 因為對方很多的 他買完之後原地直接按一下閃線 哇 賺 當場賺30秒 那個20% 我的天阿 哇這現買現賺 大家一定要記得下次買這個 買這個附魔 買完就要馬上按閃線跟鬼步 我們以後就可能在節目 買一次賺一次 我們以後就在這個 比賽的最尾聲的時候就做一張字卡 然後就說 有區空間附魔 現買現賺 這樣 跳樓大拍賣 好啦 那我們回到比賽喔 以現在來說的話 庫奇爾 Power Spy剛剛有講到現在是最高峰的情況 小龍已經要重生 那這一波的團戰勢必就是 兩邊都想要來爆發了 沒錯 兩邊其實都是滿渴望一個團戰的喔 其實AS這邊的組合我覺得團戰上是 有著不錯的優勢 那TPA這邊呢 由於經濟優勢的關係 又加上現在龍勝另外 他們也是想要來打一波衝擊的 對 這個茂凱這裡先買出了榮耀頭盔喔 在這開戰性能上面是非常優秀 小龍的試的速度有一點快 不過茂凱要TP的點位在哪兒 從側邊想要來做進攻 中打丟了一個Near的頭指 沒能運到露品 露品利用女武神能夠往上之後 Refrain 直接被強要衝擊 釘在牆壁上面 在牆壁一個圍的鉤子 沒能勾到 現在很累的衝擊之後 Refrain硬生倒在阿奇的懷裡 而不是 倒在阿奇的長矛之下 在阿奇的懷裡 對 那這邊是失去小龍 但是AS賺到了一個Refrain的人頭 這怎麼看還是TPA賺了 一龍加Refrain十一次 那Refrain你現在01不如變06吧 那這樣我們就五龍啦 01變06 對不對這樣還是賺啊 對 五龍的話這樣硬要講還是賺 中路阿奇承受了一波爆發傷害很高喔 交流之餘 側邊Maple Soul身上想要來做進攻 但是Chowy身上套著聖的盾 最後還是被 把這個Maple Soul給收下來 哇這個就是聖厲害的地方了 聖直接一個大絕 就是直接 把他救了回來 對那阿奇這邊也是非常果斷 他在一看到聖大絕那一瞬間就 Maple Soul 你還是去了吧 哇 這裡是剛剛中路一波交火AS的失敗 導致TPA現在可以多人的直接 直接把中路塔給你拿下來 這座塔一陷落 那左邊兩側的視野 全部都會落到TPA手中 哇這邊真的是太賺了 這Morning直接一個 聖直接一個大絕 就兩個塔 對啊 兩個塔加一個頭 我的天啊 經濟瞬間就拉到了4000塊錢 甚至連聖這邊都不用來出坦 真的不用出攻擊裝了 他只要全部塞坦給隊友character 沒錯 其實這邊聖 最近的聖 都是很流行出很多攻擊裝 都會買三項 甚至是連電刀什麼都有 還蠻變態的 對 電刀的話其實很久以前 Stanley出過類似的裝備 是Ionia 星火 那時候也是放在聖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是 時代眼淚了 他是根本 他根本連眼淚都沒有 他已經完全不見 已經消失了 跟龜殼一樣已經完全不見 OK 那現在下路給Morning 來做一個單人帶線 目前來說的話 Morning因為還有一個TP的領先 所以單人帶線是很OK的決定 沒錯 跟沒朋友的時候 來做一個宣布上交互 應該說聖就是 我覺得這整個英雄聯盟 最適合帶線的角色 欸 他在帶著TP的情況下 才有兩次支援的機會 對 那剛剛榮達想說後面做包夾喔 但是 在眼衛上面 在河道那一部分 有TP的視野 其實一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看出 歐拉夫有發揮任何的作用 有點可惜喔 其實我還蠻想看到歐拉夫 可以發揮的 這也是我以前的 以前的man角 哇您的man角好多 最近都越來越冒出來了 哈哈哈哈 你看特朗德也出來了 歐拉夫也出來了 沒有啊我每隻都是在比賽裡面用的 都比賽裡面的 對啊 塔里克不是我man角 塔里克是他們太變態了 他們 我們自己ban兩個 他們ban三個 五banjungle你叫我選手 所以您的角 您的意思就是 您的角色池就只有五隻 不是 五隻很多勒 五隻很多是不是 你念西門的 你念的是五個 所以您的意思是指西門的角色池 沒有啊我沒有說什麼 是你說的 我是沒有這樣講 你現在看敲雨也差不多五隻了 呃好 我們現在是看到 中打想要被對方給夾擊的局面 是利用了這個 自己的走位能力 躲過傑哥的勾子 我趕快把話題帶開 不然到時候又被你掉起來 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喔那 T片野區的入侵 現在是完全的把 藍區的這個區域給擋住了喔 不讓對方AS 來野區做任何事 我們應該來一個 關於角色池 欸你說一篇 你可以回去自己發一篇文章 關於角色池 不要再發文章了 好好地播我比賽好嗎 喔中打半條的血量 傑哥跟在後面的出勾 勾在中打身上 要開啟的諸神黃昏來逃跑了 他的大絕 都是在逃跑的時候開啟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像歐拉夫的諸神黃昏 因為他開啟之後 追著人跑會有跑速的增加 對他跟這個範的被動一樣 他開始之後他要面對敵人 那才會加速 對不是 不是換個方向往前衝 不是背對敵人 他現在都是換個方向往前衝 喔 露品在草叢裡面直接一套打在BB身上 半條血量就這樣沒了 哇這邊 酷捷的爆發還是相當的高喔 在這個時間點 喔 在B塔的過程當中 畢竟已經 血量被打得很多掉了 我剛剛以為傑哥要閃現了 喔 維在塔下被對方給打出一個閃現 側邊前衝擊 跳在Refense身上 中打即時趕到 但是也沒能留下任何的人 一個尼里的頭子 只是一個勸退的意圖 阿姬在塔下被暈倒 阿姬這邊為了踩這個洞 吃了兩個Poker 對 那現在TPA 全員 除了聖之外的全員 是直接在上路的地方 想來強壓這個上路的外塔 下路是兩個坦克在對打 這個其實就不用看了 因為兩個坦克是打不出任何東西 上路的防禦塔已經掉落了 現在上半部的地圖完全失守 AS什麼都不能做 哇 哇 這一副前面的節奏 完全被TPA的視野掌握 給完全封 我覺得這場真的不 贏講好多遍 但真的想要再講一遍 真的是Refense 因為前期打得非常的漂亮 你說是關於視野部分 還是 對 關於視野部分 整個視野的帶動上面 跟前期的壓力上面 TPA這邊幾乎是零壓力 因為歐拉夫幾乎 他走哪一條路都 不要講幾乎 他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那換來TPA這邊的話 則是 你看阿琪這邊有著極大的壓力 對 那上路這邊也有著極大的壓力 下路這邊不用講 人都死了 對 對不對 應該是說 在雷克上這邊 因為他有一個專地道的位移技能 但是歐拉夫這邊只能一步一腳印的往前走 對 那只要路線把歐拉夫的攻擊路線都給封起來 然後歐拉夫就沒什麼用 一步一腳印這個比較踏實的打法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就是要誰比較卑鄙誰比較凶狠 誰有交通工具就比較厲害 誰會飛誰比較厲害 現在是會飛的角色都特別的強 沒錯都會飛會遁地 飛天遁地游泳什麼都來了 對天上飛的地上爬 馬上就要出一隻會游泳 我最喜歡這種 你也很喜歡 我喜歡那隻就是大 我那隻外型真的是非常帥氣 好可愛 很可愛喔 TPA找到一個時間點直接開啟了巴龍 但是在AS的部分其實有意識到 因此TPA選擇要拉開喔 哇那這邊跟巴龍的嘗試吸引了AS的人員注意 現在摸領線被放在下路一座單線的分推 AS找到一個機會想來中路稍微做一下中塔的血量騷擾 在這一場裡面 在塔樹上 TPA完全領先著AS有四座防禦塔的差距 沒錯四座防禦塔 也就是他們現在 我剛還以為要打起來 他這邊有著將近六千塊 五千塊錢領先喔 那有四千塊錢 其實就是來自這個防禦塔 那剩下的一千塊錢 搞不好是來自喬伊跟 跟上路的吃兵術 榮打領軍在最前面 想要來做進攻開啟 榮耀頭盔終於要來開戰啊 但是 他們比較保守的拉開了 沒有啊 剛才Looping這邊是直接交女武神特攻 跑開了喔 那剛才最好的可能是 如果Maple Stone這邊有辦法交閃線用Q 把他的女武神特攻打下來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開到 有機會 那這邊直接綁傑哥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 TPA這邊的陣容 勝 是一個非常好的反開 沒錯 那再加上這個維克特 現在的傷害量實在是太巨大 對 很有可能他綁上去的那一瞬間 會變成素人換掉傑哥 那怎麼想都知道 TPA這太賺了 對 而且維克特的立場 可以直接把對方的路線給阻斷住喔 沒錯 在遊戲時間27分半的時候 第三條小龍就這樣落入 TPA的口袋當中 在小龍 在這場裡面 完全沒有掌握到任何一條 這邊是小龍跟塔完勝的情況 我覺得TPA這邊其實也不用記 他想要慢慢慢慢繼續拖下去 他拖到 拖到武龍有沒有 哇 武龍的話 大概還要在十五 十二 十二分鐘左右 還行啊 還行 你看這打完才頂多四十分鐘 這MSC隨便打一場都五十分鐘 不知道誰交的 就你交的啊 I'm sorry 難不成是APP交的嗎 也不是啊 你不是教練嘛 那現在是想要來做一個單線的分推 也是 在TPA體系裡面很喜歡執行的一套戰術 沒錯 而且這邊還是讓聖來帶喔 聖真的是一隻很方便的角色喔 他在帶分推的情況下 兩次的支援 下路被打 飛 中六被打也飛 哇 一次飛兩個 哇 每一次都可以感到 太厲害啊 太厲害啦 只要3150還不買嗎 什麼現在是什麼 什麼英雄聯盟大特賣是不是 大特賣 扭曲空間也在被推銷 然後聖也被推銷 欸其實 英雄聯盟應該出一個這個系統 怎樣 每個禮拜都有一件裝備 會便宜 會半價 又不是儲值商品 沒有 他這樣的話 Meta會有很大的 比賽會有很大的 變化 而且很刺激 你看例如說這個禮拜 守護家園 半價 哇 哇到處飛來飛去 跟你講角色都不一樣 搞不好上路波比就要來了 真的 上路波比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沒有消耗能力 沒辦法打線 他如果守護家園半價 他每一趟兵線 吃完就回家 吃完就回家 他一定肥 對不對 對對對 你說的都對 沒錯啊 那他下個禮拜 再換一個三項半價 哇 全部鬥士角都出來了 這比賽超精彩 這不是大波 這不是英雄聯盟版 有沒有 就是要有一點 變化 對啊 因為現在 現在這個 英雄聯盟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啦 就是 其實比賽有點固定 那唯一的變化就是在 一年一度的世界大賽之後的大改版 對 會讓整個Meta改變 然後整個遊戲會有個換彈性的感覺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嘗試 對 那如果他出一個特價系統的話 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他也不用Nerf或Buff英雄 他們自然而然就會爆炸 他們自然而然就會爆炸或者是飛天 而且他不可能只有某隻英雄飛天 全部英雄都會飛天 那些冷門角都不用重置 對 冷門角都不用重置 那如果現在大家都不喜歡出 有哪隻是很久沒有 石頭人沒看到 他這個守護教員半價 石頭人搞不好就出來了 好 我覺得你這樣講也無非沒有 三項半價 這上路我們就會看到什麼 看到很恐怖的什麼伊瑞莉亞 打 賈克斯 打賈克斯 哇 有沒有 會讓比賽 可以有更多的角色會出現在觀眾的面前 這個也算是好事啦 對啊 更多新的一個組合 更多的新的場合 真的 那這個到底會不會 而且這個AD裝半價 我們中路就不會看到兩個AD 不過坦裝半價 全部坦 這個一定不好看 好我們先不要再講半價了 下路兩個人已經爬起來了 兩個 這兩個打起來好無聊 這兩個打起來好無聊 所以我們要回去講半價嗎 不要再講半價了 現在畫面轉到了TPA 正在吃巴龍 這條巴龍血量已經被打掉一半了 是只有三個人的TPA吃巴龍活動 但是在AS的部分的話 因為支援的關係 似乎是趕不太上這條巴龍了 那AS是不知不覺 對 完全沒有察覺到這條巴龍 對 那TPA就在對方沒有察覺 其空下面巴龍就直接拿到手 這一波AS是大虧特虧 下路沒有把線路給推出去 然後在巴龍吃區的這個附近 也失去這條巴龍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TPA吃這條巴龍之前呢 他已經完全控制了AS左半邊的jungle視野 對 所以他這邊就算 AS這邊有意識到要過來夾的話 TP也是可以無損拉掉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剛才聖在下路已經 已經是高三等 樹人這邊已經完全擋不住 已經擋不太住聖這邊的分推了 連聖的盾都打不太破的情況 到底該怎麼處理 這隻聖的等級太高了 現在的等差還是有兩等之多 目前的聖應該是全場最高等 確實全場最高等 剛剛吃雙池的時候 Lubin整體無尊攻過來勸退的BB交出滑步 哇那現在是AS下路三個人 要對上了帶著巴龍Buff的TP 四人 你這就沒做功課了 欸怎樣 他是猛龍過江 欸我知道是猛龍過江啊 我只想說用滑步比較方便 這猛龍過江聽起來比較帥 好我等下就用猛龍過江來講滑步 哈哈哈哈 BB一個猛過江再加上人在江湖 哇傷害量超級高啊 一個隻手遮天 哇太漂亮了 你就這樣聽起來又比較好一點 正虎鬥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就這樣子來播 喔那中路剛剛是由Refrain來代理 兵線直接往對方的高地下踏上去 上路又是Morning的單推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看Morning 他單推到底有什麼好看的 其實TTV這邊的組合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們可以看到雷克薩呢 大後期的時候 雷克薩的大局也是一個很好的分推 再加上聖也有分推 所以變成說他們可以打一個 131 131的情況下呢 他還可以隨時有沒有 上下兩路直接兩倍插刀飛過來 有沒有 只是支援流太厲害 太厲害了 中路是Zonda在跟Refrain做這個兵線的對打 那下路則是多人的集結 情況下面這一個塔應該是守不太住了 哇這一開始Zonda的霸氣惡靈宣言 他20說明說是想TTV 沒有啦開玩笑的 哦 Morning中勾 但是也是沒有想要來冒然的開戰喔 畢竟那個位置是比較差的 現在的節奏 就如球球像剛剛所講的 一個131的推線 哦 BB的Refrain的對打 上來強點Refrain 那點的似乎是成效不彰喔 在傷害量上面 葛雷夫有一段小小的差距跟飛機異性 他只好這邊可以逼他用大局 有沒有 逼一個大 轉 我又回來了 他如果出去點4個普攻逼一個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等一下再點8個普攻 TPA這邊就全部大局就交光了有沒有 哇 哇 太厲害了吧 大局時間精算14年 哦 哈哈哈哈 現在 我還是講特價喔 這場好難播 不要再講特價了 到底要講 他們就無聊欸 他們也不趕快打有沒有 我忽然 我忽然有一種感觸你知道嗎 怎麼了 還好我不用播MSE的比賽 為什麼 因為我要站後面 哦 沒有我的意思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Morning這邊是 完全全部裡面 我直接躺著 直接躺著他把塔拔掉了 我的天啊 Meple獸很生氣啊 一個飛對你上來 然後還是看著Morning把塔給拔掉 小龍已經重生 第三條小龍 就TPA完全聽你的話 完全不用擠了 真的不用擠啊 哇 這個AS想要來做側邊的斜防 但是上路是直接被Morning給拆爆了 Morning是完全扛著Morning Morning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Morning是玩一玩可能就想 可能想要刪遊戲 但是Morning跟Morning要正面對打 Morning打到 Morning打到 Morning打到眉魔啊 打到眉魔 手很痠但是也是眼睜睜看著 聖把這個兵音給拆了 中路防禦他也掉了 這裡 AS是 放棄這遊戲了嗎 因為Zonda剛剛還在小龍 池子附近哦 完全沒有來做回防的意義 那Zonda開始一個人來做小龍 但是對面的隊員都有自己的毒品來了 Ronda要來撤退嗎 Refrain也來了 Ronda死都要把小龍拿下來 就是一個意念上的勝利 我們拿到小龍我們贏啦 全傷湧出爆雷如雷的掌聲 太好了 AS終於拿下了第一條小龍 其實他剛才大絕還是有點唾嘴 你知道嗎 他被擊飛了之後他才開大絕 所以 你知道他那個大絕雖然可以解除CT 但他不能說你飛起來之後 開了之後直接落地你知道 我知道 他不會讓你摔下來 所以他剛才那個是 開的不太好 對 那剛剛這個Zonda捨命吃小龍 他完全聽從球球講的一個人頭 換一條小龍很壯 真的耶 對不對 他用一個自己的人頭換了這條小龍 好 那他現在在014 他只要變成054的時候 AS就要贏了 AS就要逆轉 AS就要逆轉了 那還不趕快去死 不是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抓一下去死 可以不要這麼失控嗎 因為現在等於是 TPA完全掌握著整盤遊戲 他們想什麼時候來開團 或什麼時候爆發的 這樣的大型團 那直接把遊戲結束 都是很有可能的 沒錯喔 這邊經濟差距已經來到9000塊 我覺得9000塊就是一個 回不了頭的數字 回不去了 對 他這個數字呢 就代表說 在塔下捷哥只要直接閃進去按200 差不多就是一個開戰 然後就贏了 對 但TPA似乎是沒有想要做這麼積極的 主動進攻喔 還是想要繼續把整場遊戲給磨掉 其實 他們現在這個聖在這麼硬的 喔 美鳳鎖在後面 利用了守護家園的加速效果 開始榮耀頭盔往家裡面逃跑 這個畫面太有趣了 被回刷了一下 開始往裡面淋雨 想要來做進攻 風打直接追著對方的carry來跑 但是自己被打得滿頭包之後 在對方的陣型裡面倒下 模擬閃槽成功 吵到R7 R7血量也是直接爆炸死去 這裡完全是TPA的進攻 節奏 Refend 領軍在前圍的 聖約鐵毛 勾到了自己的防禦塔 但是最後還是被一個雷射光給射下來 BB只能用最後一點點的血量 逃到溫泉裡面 那這場比賽 由TPA在後面突然發行的一波進攻 也可以說是Maposnow不小心的 送了一波 來讓TPA帶走這盤遊戲 我覺得Maposnow真的 不太適合玩這種開戰型的坦型角色 他開戰時間點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我自己看也是覺得好像有點怪怪 因為剛剛那一波就等於是兵線完全在自己塔前面 他們這邊如果讓Zonda拿數人 然後最後不要選歐拉夫 再選一個Counter上路的AP角上路 可是他沒有藍寶 那蛇女 不錯啊 蛇女也是Maposnow的口袋名單 對 而且他也出過R7的上路 對 都會玩 甚至不要出 就是出一個傳統AP上路 然後來個素人Jungle 讓Zonda來開戰 素人Jungle 對